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邦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你能夠留意見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談談三重疫情 在到歐洲 其實我們知道新冠應該說真的 這個現實就是沒什麼人來 但其他東西都加在一起 那就很嚴重了 新冠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說的四個字 醫療資源 當然當時是不堪重複 亦都令到英國等等,尤其是英國 他的國家醫療服務系統 現在 為何積壓那麼多病人 以及現在為何銀不多 令到初級醫生罷工 搞了我表妹的倪文 你這裏 因為人工太薏 那就是因為當時疫情花了很多錢 現在 他們擔心 又有一場 因為他們一起來的時候 就是積壓很多個案 就有時間搞的 原來《金融時報》也看到 一件事就是剛剛做了最新的統計日 原來整個歐洲面臨三重疫情的侵襲 那有什麼呢 就是流感 流感這個冬天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我們那天說的 瑞典是零下四十幾度 原來剛剛 有些地方零下五十度 那卡卡里呢 是的 我們有某人說 卡卡里 有些 Alberta有些地方零下三十幾度 其實我和大馬瑞現在所在的地方 它是negative 我們是正好 我們想一下 如果一來一回 就差了七十幾度 我們也有三十幾度 七十幾度 你想想多大 我以前也試過最多相差 我在布里斯本三十幾度 去塔斯文尼亞 那都是最多 就是我們夏天日日 有時都是七八度 夜晚 最多都是 差二十幾度 但是你差了七十幾度 攝氏度 你記住不是華氏 那其實都是很嚴重的 那現在 那究竟哪三重疫情呢 當然是流感 新冠 還有 呼吸道 核包病毒 這些一起 就到了歐洲 也使得歐盟多個國家的醫療系統 不堪重複 將這些東西一起加起來 就是推到一個極限 跟當時一樣 就像南歐兩兄弟 西班牙和意大利 就是受影響最強的國家之一 醫院現在盡了全力 應對大量湧入的患者 這些地區的醫療機構 重新引入了 新冠時的 他真的有口罩規定 真的有口罩規定 你別說 其實 你們當時的口罩規定是想搞的 因為你們早段時間都很厲害 很厲害 不過 現在都回落了多少 因為早前假期 很多人出行 數字方面一定會升 但現在慢慢回歸到工作崗位 就會回落了 所以 還是不用了 當然 這些東西當然是有時不能避免的 好像戴馬帥 但是 你在家 你家人出去 你怎樣也有機會出去 怎樣也有機會出去 好像我這樣 我接兒子放學 還有有時候接家人上下班 其實都 不出奇 不出奇 另外德國和法國 亦都報告了 病例激增的狀況 德國的公共衛生部門就說 原來流感的浪潮在12月11號已經 開始 一直到今天為止 依然是 而且你不要忘記 這個西北歐 亦都有大雨大雪 另外 法國18個地方 有10個地方都進入了 流行病的這個階段 即是他有這個級數 英國亦有流感 以及轉人數略有上升 但是官員就說 高峰遠遠未到 因為不知道會再毒 今年的冷的天氣 其實比去年是遲一點 遲了一點 亦都有人預計今年是暖冬 但是現在沒有人這樣說 因為你看 北歐和 西歐就麻煩了 這是西班牙 根據他們 國家支援 國家支援的一個數據 是做出來的 剛剛的報告就看到了 原來 這個聖誕節 超級傳播事件 導致 個案在2023年最後一週增加了75% 有關流感 導致 重症肺炎的報導 越來越多 報告不是報道 報告就越來越多 不好意思 還不是不好 在1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西班牙一半的 流感 的 檢測 是陽性的 而在之前的7天 這個比例都是27% 當然過出來玩 很正常的事情 一定會升 另外官方數據也顯示 2023年底 COVID 穩定下來 只有10%的人是陽性的 但是 病毒現在 導致越來越多人入院 尤其是老人家 和80歲以上的 其實跟新冠一樣 都是嚴重的 與此同時 剛才我們說 老人家 還有弟弟 兒童 感染呼吸道 核包病毒 RSV 這種病毒會引起 智器管 炎 你知道這些是可大可小的 小弟哥如果有這些 我們看來好像 小小的事情 但不是小弟哥是可大可小的 並且導致一歲以下的嬰兒住院人數急性 流感、COVID、RSV 其實這個 三重疫情 亦為節日季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這個季節 不時就出現咳嗽 還有感冒 大家因為身體不惜而退出慶祝的活動 那些逃過一劫的人 亦都說什麼時候是接種流感染疫苗 其實我 接種流感染疫苗 我的身體 比較不惜 反應大一點 是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新冠的我反而是 沒有 覺得很餓 反應很大 因為小弟是 比別人接種多一兩劑 你知道 會不會覺得好像很累 那也沒有 他肚餓了 累了嗎 沒有 即是有些人 很激烈反應 強烈反應 其實截止到 星期日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 華倫西亞 或者巴倫西亞 以及 梅西亞地區 三個地方已經強制要求 醫療機構 在裡面一定要戴口罩 另外 西班牙衛生部長 加西亞 他也照 建造 各個醫療主管 討論如何處理他 剛剛的週末 西班牙也宣佈 未來這個星期 會 大量有人入院 並且呼籲 大家在大型室內 聚會 衛生場所內保持謹慎 最好戴口罩 其實這件事我已經很久沒見過 很久沒見過人戴口罩 早前我去宜保 有些 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都有 熱門的旅遊景點 都有 多少人戴 戴不到一半 無策 始終都是 有些覺得自己沒問題 年輕的那些 華智里 老人家 剛才你說的公公婆婆 有這個防衛的意識 又會大 是好事 是好事 真心說 我和你 當然 不算是年紀大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出去的話 多人地方都是 自己看著 看著版 See what's going on 另外 看回意大利也出現了這個狀況 原來 想不到2023年最後兩週 有200萬人中了流感 加上流感 19 以及 RSB 最嚴重的是 硬件 說真的床位 我們經常說床位 不是真的床 是人手 軟件 硬件要買床 很容易 買餅床 但是 人手就不夠工作人員長期缺乏 亦令醫院及急診室的壓力相當大 根據意大利醫學協會的報告 非緊急手術的人士被推遲羅馬地區的大城市 有1000多名患者 等待 從急診室 轉送到其他地方 另外意大利北部 貝加莫醫院 其實意大利北部 大家知道意大利南北部的 經濟差異很大 北部就相當富裕 他們都叫救命的時候 可能南部更嚴重 原來他們的醫院 醫院已經說 呼吸道疾病 和聖誕節前後 的這些人一起玩 更加加大了 簡直是 perfect storm 也是正常 因為人多加起來 肯定多了 很多年輕人和兒童都要住院 當然 太多人住院的話 醫療壓力很大 今年的流感病毒 毒性很強 尤其是對呼吸 的系統 甚至是對 年輕人都是這樣的 跟去年相比 只可以 更多因為流感 引發病患症的人 住院但是 一住院的話 壓力就大了 2024年頭幾天是最嚴重的 現在就是此時此刻 很多的醫院 就要增加醫生和護士 但是很多人就休假 年頭 並且新的 病房 因為醫院 人數太多人住院 歐盟疾控中心 他就說 由於近年來 抵抗新冠 也導致 呼吸度感染 人數減少 免疫力水平下降 我們之前說過的 其實流感也一樣 因為 你知道有時候 大家都是 或者是 流感 當然 如果你 整天出來 其實 免疫力 比較強 但是 好像之前 新冠有很多人出門 這也是 有好有不好 因為 你就避免了新冠 但是 其他的 傳染病 可能你就沒有那麼強的 免疫力 今年冬天 其實 呼吸度感染病 比往年更高 他就要求 歐盟各國家政府 當然也是兩大疫苗 接種了流感和COVID 增加急診室的能力 你怎麼請人 經常說增加 其實沒那麼容易 看回英國 反而好一點 英國反而好一點 英國是流感沒有出現大爆發 但其他 就有 反而英國人手 如果不足的情況之下 還禮多一劑 那麼多人入院 就頂不住 不過 根據 國家實驗室的樣本 看到2023年 最後一個星期的數據 亦顯示 就是流感檢測陽性人數 比例是上升近 從一週前的 12.2% 上升到11.8% 住院人數 每10萬人就5.1個個案 現在變成每10萬人6.8個個案 他們也擔心 是有 這個醫療壓力的 這個也很正常的 另外大家知道英國最大壞是什麼 就是不夠人手 最低 因為這些都是初級醫生去做的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